新监管者共研伏实测 张开手臂 张开手臂就可以把人给吸过来 地形复杂的地区 我们用这个弱风会好一点 对墙后求生者是有用的 地形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用这个弱风会好一点 这边突测的话 只要有存储就可以一直用 有存储就可以一直用 这里我们来试玩一下新监管者 然后跟大师几人机进行一个试炼吧 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吸风 这个风雨若风 要过了这个黄标才有一个存储 过了黄标才有存储 这个黄标并不是最大风力值的一个标志 然后风行技能的话是不用吸低的 就是我们这个二剑 二剑这个风行技能是没有吸低的 若风状态下使用风行技能 可以获得一个加速 但是短距离的话不能出刀 在忙你的话是个雷若怪 在战测 会有一个短暂的爆发 我们在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东西存储 比如说像这样 这个没有过那个黄标 它就不会有一个风力存储 要过了那个黄标才能有一个风力存储 然后最大风力的话是三米每秒 求生者的话正常情况是三点八 我们找一下人去对打一下 去小木吧 这边假设在追人 我们可以用这个风把 呃让他走路很慢 然后二技能的话就是一个爆发 弱方状态下的话可以获得一个爆发 一个爆发性的移速 但是会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没办法出刀 我们这边已经出一阶了 可以切换一个强风 强风状态下的话是可以把人给吸过来 我们去试一下 就是张开手臂的时候 会把人吸过来 有一个延迟 并不是说 用了技能之后立马就可以把人吸过来 它有一个延迟的 然后强风状态下的一个风行技能是一个突测 是一个突测 但是只能直线 碰到建筑后会被 呃会被挡下来 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吸 张开手臂 张开手臂就可以把人给吸过来 所以它这是有一个延迟的 有一个延迟时间 另外就是它这个风行技能 风预技能 它那个CD是 呃共用一个CD 比如说我们像现在用一个弱风 用弱风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切成强风 这时候呢它的技能是进入到一个CD的 我们去找一下人吧 这边突测的话 只要有存储就可以一直用 有存储就可以一直用 我们后我们把人给吸过来 这边我们是强风强风可以把人吸过来 我们切成弱风吧 弱风的话会相对来说范围会比较大 而且用短暂堵塞 然后出刀 总的来说就是需要合理的去利用两主技能 呃可能对于一些新玩家来说不是特别需要 因为它技能的话你要去熟练去切换 不同技能这些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找一下人的 这边小特别人我们可以练一下 这时候我们是弱风 弱风的话就是让球伸直迎风跑会很慢 出刀的话会打断技能 所以我们要看情况 这边我们切成一个突刺 强风状态下一个突刺 只要有存储就可以一直用 但是会被建筑挡住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先知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技能让它过半 比如说这个人要去救人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吸过来 对不起 我傻逼 我傻逼好吧 他这个 他这个风的一个距离好像有点短啊 就是他吸的一个距离有点短 可能比路头的钩子要短一点 看上去没那么长 我们再找一下人吧 这边我们换成强风 强风突刺 强风突刺 好 我们没有存储了 忘记嵌成弱风了 这边我们是一个加异速跟交互的 再加异速跟交互 地形复杂的地区我们用这个弱风会好一点 最强后求生者是有用的 地形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用这个弱风会好一点 他抽到会很舒服的 刀会比较短 这个角色那个触刀会比较短 需要大家去把握 虽然说武器看上去有点长 但是事实上他攻击普攻距离其实有点短 但是他的触刀很快 有点类似于于你 类似于于你的一个触刀跟攻击距离 这边我们是可以灵活切换两组技能 比如说相见 现在是弱风的一个加速 然后我们可以切衡一个长风 然后一个突测 以上的话就是这个监管指的一个大致内容 有不等的话可以在屏幕去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